我们的驾驶的存在 我们的驾驶的幸福 我们必须要防控中国 兵分的压生 是在演讲的最后 他提到了三次 的信念 他提到了Face 那我开始在想 我们台湾人的信念是什么 我回想到 在四年以前 当马政府 想要通过黑箱的福报协议 把我们的经济锁到中国去的时候 我周遭的朋友 有很多人都觉得很绝望 有立法院 控制多数的中国国民党 我们怎么可能挡得下来 但是我相信 在场所有的朋友 都还记得 有一群年轻人 他们没有放弃 我要告诉我们在全世界的朋友 we are much much more than a product on the shop 台湾 绝对不是旗子 台湾 也绝对不是商品 台湾 是一代又一代 成本 努力 辛苦打拼的台湾人 在这块土地上面 能为我们的下一代 开创更好未来 跟于快报道 台东与 谁也是去台湾 谁也是去台湾 他打下耳梦 谁也是去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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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是去台湾